好,我現在這個相機等一下要做所謂的慢動作 我就說慢動作未必要一定要用跳的 比如說我又打球啊,或者丟東西都可以 好,都可以 那我現在就用這個,我用Honemouse 然後我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有時候都要先量一下怎麼這樣丟 再來,我再動作慢一點,先看一下 至少都要在鏡頭裡面 像場相,我再低一點 沒有,還沒有,我要先量一下位置 好,假設我現在就確定好了,我要準備丟東西 然後這時候其實你可以先按 好,先按,慢動作,按下去了 好,現在在拍攝了對不對,然後接下來我就可以開始丟 好,假設這樣子,好,那丟完了之後,接下來你再關 好,抱歉,抱歉,謝謝 好,所以呢,來,我回頭來,開始做編輯給各位看 好,來,各位看齁 這時候我就點起剛才我拍的照片 起來,這就是我剛才拍的對不對 然後呢,點一下照片 上面,哇 這個錄影的跑不出來 看一下這樣跑不出來,跑不出來 欸,轉不過來 咦 看一下 照片 這樣轉不過來 但是照片 哇,照片就轉不過來 就是 看這張照片的時候,底下會有個編輯 這樣子編輯就起來了 我就說 調這個 調這個下方的 這個 虛線點點的 你看,我就把它往前移 我移到,我準備開始頭 而且最好是,手已經出來了 然後另外一端呢 一直到頭出去 那個整個手臂揮完為止 來,先 哇,這個 動作太... 好,來 好,假設這樣子 好,先這樣子 好,這時候 這個 我先 好像時間太長了 來 我先把它 來,我重播看一次喔 好 好 現在來拍一次,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那,就完了之後 誒,誒 太快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 因為 這個 頭的動作 有點太快了 好 就這樣,先這樣子吧 好 先 再一次 好,來看一下 好 現在來拍攝 然後 接下來 好,這時候 丟的手變慢動作 就 有一段 也許就 類似人家就可以看到你的手 怎麼去 去投 OK 好 所以我是說 接下來 慢動作 不要只局限於真的要跳 因為有些 大家 有時候跳的話 我擔心會有安全上的問題 所以你說 那個 甚至 如果有人在練打拳的 你打的 假設你這樣動作很快 或者 回旋 或者跳舞的也可以啊 跳舞的 然後你轉的時候 這時候 如果你跟人家 在跳兩個人的 兩個人這樣 在旋轉的舞 然後呢 你就在某一段 然後突然變慢 反而是轉得很快 你想想看 反而這樣轉 然後突然變慢 然後之後轉 轉到 可能轉一圈之後 你又讓它變快 又又正常的快 那就有不同的效果 可以嗎 所以慢動作 請各位 有機會也多試試看 好不好 多試試看